宁玉凤的扮演者陈杰宜新加坡人出道十几年出了十几张专辑 曾参演音乐剧《漫步人生录》扮演邓丽君 不久后呢就参演了九七港版《雪兰湖》跟张学友同台演出 无虎有线台阳光音乐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杰宜 我想问一下杰宜嘛因为出道已经有十几年了 那一直都是以歌手的身份和演员的身份出现 那这一次呢算是演这个《雪兰湖》演的也有一段时间了 那可以说是做活了自己的本行是不是 其实我从我就是小时候爱上表演的时候 我就一直觉得当一个表演者本来就是要多方面的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一踏进这圈子就觉得 我又喜欢演戏又喜欢唱歌又喜欢跳舞 所以我觉得其实像《雪兰湖》这样子的音乐剧是最完美的 因为三样都做得到 近年来陈杰宜一直在他的演艺生涯中做调整 从歌手到演电视到现在又转变成为舞台剧的演员 他把自己喜爱音乐喜欢表演的满腔热情呢 全部投入到了《雪兰湖》里 《雪兰湖》选女主角她一直都是第一人选 可是到最后演的是女主角的姐姐 那对于陈杰宜来说是否会有一些失落呢 一起来看看杰宜是怎么说的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挑角色我觉得是一种缘分 还有是一种感觉 讲回那么多年前 其实我记得97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当音乐总监就是李迪文 是我们新加坡的一个才子 当他问我说你要挑哪个角色的时候 那时候其实我听到了等了又等这首歌 那我觉得非常喜欢这首歌 所以就其实而且性格来说 我也觉得玉凤可能会比较像我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慢热的人 可能在比如说在一个舞会 比如说在一开场那个迷舞会 我会比较像玉凤 我会比较内敛 可能不会到处全场跑的像一个蝴蝶 所以我会 可是当我跟某一个人或者某几个人 当音觉得很投气的时候就可以交谈很多 所以我觉得我比较像玉凤 那这个雪狼湖里面的玉凤的爱情观 是不是就是你的爱情观 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 他的那种坚持跟执着 我觉得我是认同的 可是我不是很认同那种 当别人是完全不喜欢你 就是太单方面我觉得那我不认同 我觉得爱情应该是像拍手 应该是两个手一起拍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是在那个时代吧 算是一种古装的时候 可是在那个时代女孩子比较少出门 所以也没什么机会碰到喜欢的异性的朋友 所以也比较不一样 那你觉得你全市的这个姐姐的形象 林玉凤 你会把她演成一个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你看 其实很多人都可能觉得 是不是很乖巧 很内敛女孩子 是应该都有长头发 其实反而我们一看 我们几个头发是超短的 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蛮喜欢那个对比 就是有一点反传统 就是你觉得短头发女孩子 一定是比较时髦 比较像你说比较阳刚的 可是当你配上这种衣服的时候 其实那是很有趣的一个对比 那我反而觉得更衬托出一种 外柔内刚的那种感觉 对 那你知道这个学友是怎么评价你的吗 我不知道 你去问他 对 我觉得陈杰宜就是那种 外表很开朗 但是又蕴藏了一种艺术家的气质 自信但是又有一点内敛 感觉不爱出风头的那种 属于默默耕耘的人 有股特别迷人的气质 令人是一见难忘 国语版的雪狼狐呢 相信大家都还没有听过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 我们要让大家先读为快 欣赏陈杰宜在雪狼狐音乐剧中 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 等了又等 嗨 大家好 我是陈杰宜 那其实等了又等呢 原本是一首广东歌 那是我去年在香港演雪狼狐的时候 我演的那个角色唱的一首情歌 那广东歌名也是叫等了又等 当流要当 那后来因为雪狼狐一直都没有被翻成华语嘛 所以就我们就特别为了听华语歌的朋友们 就是写了这首就是用同样的曲 然后填填华语歌词 等了又等 那里面其实讲的一些心情啊 跟讲的那些感觉都是跟原来的歌曲很相似 就是为了就是真正爱的人呢 愿意等了又等 把这首歌送给你们 希望你不用再等你所爱的那个人 希望他快点出现 教我怎么安排自己一生 教我心碎如何伤过重生 教我怎样抹去时光留恨 再为希望点一盏灯 思念翩翩落地微尘 不自觉我已踏入几种越心越深 静静梦你就足以兴奋 宁愿这么痴心 冬落又等 爱着你 爱得真 爱到今 无情动云一阵 只因我 归想着 那世上情人暗夜苦舍 爱着你 爱得深 要不我怎么还你今生 若你在我心怀 不曾却有爱 我不会 有这心 又有期待 叫我怎样 介入你的一生 叫我梦醒时 如何不怕余生 叫我怎样 熬过每个黄昏 叫我如何点那战斗 思念翩翩落地未成 不自觉 我已踏入其中 越陷越深 静静梦里就足以兴奋 宁愿这么痴心 懂我又等 爱着你 爱得真 爱到尽不轻封一阵 指引我回想成 那世上情人暗夜苦舍 爱着你 爱得深 要不我怎么还你今生 要不我怎么还你今生 爱到尽不轻封一阵 爱到尽不轻封一阵 曾去有爱 我不会 就这心 拥有期待 爱到尽不轻封一阵 爱到尽不轻封一阵 再说一不满 请不吝点赞 函不轻封一阵 再蒙 击不轻封一阵